素顏霜的持妝度呢 因為我就是要出門擦她的 當然要知道她能撐多久 哈囉我是妮妮妮 最近出門我都這樣子用出去 昨天剛好跟我朋友就約在醫美診所 一起做包養 那你知道醫美診所頂著一臉的妝去 就也太有事了吧 所以我就用了她 那個朋友剛好就是超多年沒有見 她看到我講說 你皮膚好好喔 我最近完全上癮了這個路線 這就是素顏霜的魔力 我自己現在手邊有的素顏霜有兩個 一個是韓國的醫美品牌的那一罐 之前我有寫過文章 這一次想告訴你們的是 質地清爽又很適合夏天用的 而且評價 Mr.Hana花娜小姐的 妝素顏透亮賴床霜 喔 她叫賴床霜 我一直在那邊素顏霜素顏霜 她的品名叫賴床霜 好了 那就來示範在臉上 讓你們來好好的感受一下差異吧 一罐素顏小粉瓶 每天早上出門 就可以多賴床十分鐘 裡面添加了玫瑰果油 與玫瑰花水 插上去之後 會有微微的粉乳光澤 超清爽的乳霜質地也載性高 很方便均勻推開 保養加上妝二合一 另外還有靜白的傳明酸 與維他命B3 快速均勻敷底還兼具保養 立即感受到對比啦 左臉 快快補上才有臉劍人 OK 超好看的底妝完成了 重點這下就更完美了 再來是用清爽型的粉底液 跟素顏霜來做比較 那你就可以看出 清爽型粉底液 它會把原本肌膚的紋理 做折改甚至瑕疵都會改掉 會有比較厚重一點 但是呢 如果用素顏霜的話 你會完全沒有發現 它有曾經上過任何東西 在這半邊 知道為什麼素顏霜在厲害了吧 它巧妙地運用光澤的質感 讓整個人的膚色提亮 那因為光線的折射 所以臉上的瑕疵 就會很自然的變得更不明顯 而且它還會保有 真實膚底的紋理 然後你看 很清楚看得到痣啊 這種小細節 所以它就會覺得說 哇 你的素顏好厲害 再來就是Q&A 雖然算是保養品還是彩妝品呢 它是一個保養品成份的物質 當然它其中有添加了 防曬隔離常用到的人數 以我看來 目前它還是算保養品 那用了之後要卸妝嗎 其實保養品成份的東西 是不需要卸妝的 以保養狂的觀念來看 我覺得它留在臉上 並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呢 我覺得還是要簡單卸妝一下 比較好 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懶弱的話 起碼好好洗臉吧 會比較好 為什麼素顏霜會讓皮膚變白 它就是接觸到皮膚會有那種 立刻髮白的效果 所以我們在使用上 才會有瞬間打亮的感覺 它的效果就是這麼出來的 素顏霜的持妝度呢 好像沒有人提過這個問題對不對 不過呢 我覺得它很值得拿出來討論 因為我就是要出門擦它了 當然要知道它能撐多久 但它不是彩妝品 所以我們也不能講它是持妝 只能說它在臉上到底能夠擺多久 最近我在用 而且天氣是比較炎熱的情況下 我覺得在我出門當下 我的臉擦完賴床霜的 那一瞬間是最好看最白最亮的 然後出門之後氣候的關係等等 大概會再超過六個小時 其實就會稍微的回歸了本人了一點 但一直都很自然 而且是膚狂很均勻的那一種暗度 還是比全素顏好看很多 所以還是要擦 那你建議素顏霜用來當保養還是妝前 它適合用在白天 你可以拿來當妝前打底 或是防曬後單擦 膚底不差 但氣色又想做調整的女生 應該要用看看賴床霜這種東西 我相信誰都會愛 OK 那這個是我最後用賴床霜打底 再上底妝跟全妝的樣子 你看 蠻好的是吧 好 回來回來 而且我的底妝現在是很服貼的感覺 它當妝前露來用也是非常的秤值 如果你的氣墊或是粉底 本身就有防曬細素 再加上Misana的素顏耐妝霜霜 日常的防曬細素就夠用了 耶 我終於把它講完了 因為我的電池一直沒電 以上就是我最近愛用的素顏懶人妝分享 那如果有任何疑慮或者是問題 我沒有講清楚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在來問我 那謝謝你們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 好 那就來示範 好 那就來示範 呦